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我想挑戰自己一件事 就是連續一個星期每天都起床去做運動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以及誰啟發了我呢?就是初拍了 話說有一晚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屁股很想跟初拍說 如果第二天你可以七點前起床的話 我就帶你去後山走個圈吧 誰知道第二天初初拍六點就叫醒了我 我看到她這麼興致勃勃 我又不好意思拒絕她 我就真的爬起來跟她後山走個圈 其實不太久的 都是九個小時至一小時 回來洗澡 然後工作 我發現那天全天又不用睡覺 精神又超好 忽發其上就覺得 不如試試每一天都是這樣 究竟我會越來越頂還是越來越精神 先說明這件事不一定會成功 我也不知道最後結果會怎樣 但我現在計劃定是未來這個星期 都是教六點九的鬧鐘 然後就會跟初拍 行山 跑步 或者跳繩 這三樣東西選一樣去做 看看一個星期之後 我有多少天是成功失敗 然後什麼感想 以及這樣早起床做運動 是值不值得的呢 我們現在挑戰 開始 現在是 早上的 六點三十七分 出發 你睡醒 走開嘛 你出發 我現在是跟那些 Auntie Uncle那些 在神運 我現在只不過早上7點 我現在做不做 Choppy是不是看野豬 是呀 那裡有野豬 好了 我們第一天的運動 已經在回程 待會回去 可能晚一點化妝 跟大家說一下第一天的感想 好了 我現在已經洗澡了 化妝 準備出門 其實6點多起床 對我來說就不是那麼難 但是昨晚睡得不好 我全晚都是又睡又醒的狀態 所以現在是有少少仿神 現在是第一天的晚上10點3 我已經維持了在醒的狀態17個小時 我中間是沒有睡過 我覺得也挺厲害 而且也挺精神 我今天做了超級多 然後現在是剛剛回家 洗完澡 放了牛 就等餵了Chopper 就打算早點睡覺了 早上 現在是第二天的6點49分 我現在洗完澡 才是我平時應該要起床的時間 我覺得好像賺了很多時間 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昨晚睡得超好 現在的精神是滿滿 緣氣的感覺 我覺得很爽 如果我們說早睡 一定是這隻小狗 他未到11點 已經要睡覺了 現在是大約7點5左右 但我還未開始跳繩 因為今早起床的人 不止我一個 昨天明明我去跑步的時候 他也不想走 他也不想出門口 但今天他超興奮 那好吧 唯有帶上他 你也知道 一帶著這隻狗 就已經帶很多東西 整個袋要帶 要收拾很多東西 所以整件事 就移到很遲了 現在是晚上大約10點4左右 我已經很難睡了 我現在整個人是一個放空和呆了的狀態 我什麼都不想做 電話都不想看 我只是想睡覺而已 6點52分 6點52分 好了 我先去擦 我們一起去行山好嗎 好了 出發了 起床了 起床了 走到沒有 走 小吉 我去行山了 有什麼感想 你想不想去 我們一起去吧 我們手牽手 好了 躲到睡覺了 哇 今天又看到野豬了 對呀 初排很喜歡 這些有椅子的地方坐 所以通常經過 都會坐 可能3-4分鐘 讓他休息一下 有時候問初排想不想去行山 他搭照 是想我抱著他走 他自己不用走的 對嗎 狗仔 你是不是喜歡這樣去行山 你看看 你看看 他的手腳 很漂亮的 哇 你們看看 哇 走行下山 超大雨 幸好我媽媽又帶傘 要不然 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是兩個人 一隻狗 屈了一把很小的宿骨傘 整個人濕透了 馬上快回家洗澡了 然後呢 我現在在敷這個面膜 我本來以為顏色會更深一點 因為它是Lush的咖啡面膜 它是給一些不夠睡覺 很累的皮膚 嘩 滴到他的口 好像很適合我最近這個情況 我試試敷一下 早上 現在是六點五十分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背景不同的話 這裡就是長洲 我昨晚也進來長洲 我沒試過這麼早的長洲起床 還有 第一次這麼早的長洲 打算跑步 好 Let's go 今天這麼起床 我好可愛 你睡覺吧 你出去跑步 我今天跑完步回來了 其實呢 這條片的目標 就不會減肥 我純粹是想 早上自己起床做運動 那為什麼會選六點九這麼早呢 就是因為 其實再早一點 我真的不行了 但再晚一點 就會很曬很熱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 真的完美 現在是六點九十 現在是去到第六天了 哇 今早真的很晚睡 但我昨天已經是十一點前 就睡了 所以我也 不知道為什麼今早會這麼晚睡 你看我又開始流大汗了 但我們剛剛才開始行山 現在是早上 應該是七點一二左右 好久沒見怕頭草了 你看看 好好玩啊 現在是六點二十一分 夏娜冬今天是挑戰的最後一天 我們回到這個畫面 這七翼的挑戰是大成功的 給我一點掌聲 我特意穿同一件衣服 打算給大家看看 其實身形上或者體重上 我都沒有很大的分別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是沒有這麼腫 每一天這樣流汗 每一天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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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起來好像消減了一點 在七天中 我試了很多不同的時間睡覺 有些可能是十點鐘 11點 12點 我發現 其實不是早起家做運動 就等於健康 一定要加上早睡 才可以做到整個混合出來 才是一個健康 而且令你身體精神狀況 所以我達至一個非常良好的境界 然後到睡覺 為什麼我沒有拍到這一部分 是因為我真的沒有睡過 我發現 就算我六點多起床 熬到晚上十一點多 我也是很精神的 第三件事改變了我多少下 就是飲水量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特別喜歡飲水的人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特地買了一個水瓶 是逼自己喝水 但是這個星期我喝了三瓶 是自願性的 我覺得這件事頗開心 既然我說到這七天的挑戰 是這麼成功 和改變這麼好 會不會繼續每一天都是六點九起床 這樣做運動呢 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這七天我是借住所有朋友的約會 所以我沒有可能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會每天都是早起床做運動 我會把它調整為大約一個星期有三至四天 因為我真的覺得 原來這個生活風格是很棒的 好了 那我這次的挑戰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也有興趣試這個 早睡早起做運動 不妨去試 你得到的一定會比你想像中更多的 對 加入我這個行列 健康人生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喜歡我拍一些比較挑戰 或者一些實測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推出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天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